总统蔡英文昨天前往屏东视察汉光演习 在加东战备道操演战机起降 而一张由总统府释出的侧拍照引发讨论 因为蔡总统身穿迷彩装听取简报 而她手中拿的照片清楚拍下 无辜空军从有力的置敌6点钟方向 拍摄到共军轰溜战机还有挂载武器 代表我方可以在空中抢得有力位置 对此前空军副司令分析 秀出这张照片主要是向国人心战喊话 总统蔡英文15号市岛汉光演习 交越加东战备道跑道起降 从总统府释出照片中 身穿迷彩军服的蔡总统 手里拿的图片引发热议 拉近来看照片中我空军从5公里距离 以6点钟方位针尖并拍摄下共军轰溜机 代表我方从置敌有力位置咬住共机 黄框春出武器挂载点细节清晰可见 照片由辅方披露有玄机 俄罗斯的军机飞到日本的防空识别区 他的空中自卫队会把拍到的照片 公布在他日本的防卫省的网站上面 让日本的民众知道 日本他在军事上是有这些外来的威胁 如果是没有心防 你再大的国防买再多的武器 买再多的飞弹那都是废铁 前空军副司令分析 各国刻意揭露照片其来有字 主要向国人心战喊话 不过也有人解读向对岸喊话意味浓厚 究竟是具有挑衅的意思 表示我们随时可以把你打下来 或者是怎么样子的意思 我觉得要非常的谨慎 上面所透露出来 其实我们有监控共机的能力 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 就是台湾面对中国的野心 我们绝对不怯懦 总统府抛出世倒照里头玄机 让人各自解读 记者站圈六位 前任台报道